歡迎我們的Fashion Queen的S 整個人好像還蠻民族風的樣子 歡迎小S 看錯地方 走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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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跟我靠攏 歡迎收看2004年4月9號星期五的 娛樂百分百 這一集我知道怎麼介紹 怎麼介紹 怎麼咧 那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想那就是所謂的民族風吧 也可以說是啦 對 今天大家身上這套服裝 就是有融合一點民族風 那我今天穿的呢 也是剛剛好有融合民族風 我們來看一下就什麼樣的白色 你知道嗎 如果你用肉眼來看的話 你覺得它是哪一種民族的感覺 哪一種民族啊 是波西米亞嗎 你難道不覺得 好 我跟你講就是有一點戰士 希臘 羅馬 對 我要講 你難道不覺得它是羅馬風格的感覺嗎 而且顏色色調 包括你身上的衣服 這感覺像是盔甲的材質 我剛剛就要講羅馬一開始我忘記了 我也 你說民族風 很少人會用羅馬風 羅馬的那種風格來說是民族風 通常民族風都是比較東方神秘色調 所以我剛剛完全信得搞錯了 而且波西米亞風也根本是兩回事啊 波西米亞風就是OK OK 我認輸 我只是覺得出現一些皮繩子啦 或者是這種 你知道這種皮製品 我就忍不住覺得是民族風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用就我個人的眼光來看 等一下 你會說羅馬是 是因為你有偷看過簡介對不對 完全沒有啊 屁咧 一定是黃素梅拿給你看對不對 我主持這個單元 從來沒有看任何的簡介啊 我知道了 OK 我知道了 每次禮拜四節目一結束 你們兩個就按通款曲 拿那個資料給他看對不對 趁我不注意的時候 從來就沒有啊 真的從來就沒有啊 所以就完全憑自己的力量 對啊 你用肉眼看出來 你不覺得他有那種羅馬風格嗎 對 我現在你一講完之後 我就覺得還滿羅馬的 對 你只要一看就知道啊 對不對 如果平常多讀點書的話 好啦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穿的呢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國際品牌 然後今天這個品牌呢就是 整體看起來就是兩個字 大氣 對 很大氣 非常大氣 我覺得國際品牌跟走比較青春的品牌啊 跟比較甜美的品牌 風格都會不一樣 像這種品牌 色調雖然看起來就是不是那麼亮眼 可是穿起來就是很大氣的感覺 對 它顏色也許不是那麼樣的鮮豔 可是就是設計感十分 對 而且它這個設計感就是 真的很絕妙對不對 像這樣的衣服 這樣的質料 大家都會覺得它可能是一件洋裝 或者是它就是一件很好看的背心 可能搭一件喇叭牛仔褲之類的 對 要是我一定搭一件牛仔褲 對 可是它卻把它做成長的 可以就是蓋到大腿 就是那個骨盆以下的地方 然後它搭配腰風 就是它上面的這種感覺 就像是一個戰士的盔甲 可是它卻是用這種柔軟的材質 然後它這種材質通常都是做圓領 大蛙領那種背心 可是它把領子做得很高 立刻那種氣勢就不同 你怎麼講得出來啊 要是我感覺不出來這衣服的配色嗎 沒有 要是我就會說 大蛙領這個衣服 是採用荷葉邊的一些軟布料 然後配上一個皮帶 不是 這種東西叫腰風 就是一般你買到皮帶 你可能就是把它綁成低腰或什麼的 可是這個東西呢 它一定要高腰 就是它的最底部 要是在你腰最細的地方 然後往上延伸 就像馬甲的那種穿法 然後就是把你的腰這樣子纏起來 然後繩子打在旁邊 搭配這樣柔軟的材質 立刻就柔中帶綱 立刻就有這種羅馬的風味 所以真的是一種迷洋百樣人耶 你看今天這樣 你去跳國標舞 你可能跳不來 國標舞我一開始就在學啦 可是你就是 沒辦法跳得像我這麼好啊 恰... 我可以跳得像你那麼好 可是我沒有恆心 這你也要跟我爭 好啦... 我就是想說 就是讓你學一樣東西 我學一樣 不要學到一樣的 像時尚這種東西 就是我真的比不過你耶 對 然後這種色調呢 你們看就是很... 用那種土耳其藍啊 搭配這種酒紅色的顏色 感覺就是非常的大氣 你用土耳其藍是故意想要炫耀的 就是你知道這種東西對不對 不是 因為這就是土耳其藍 因為有一種東西叫土耳其玉 它的顏色就是這個顏色 所以這個顏色它的名字 就叫土耳其藍 OK 波西米亞風的那耳環啊 首飾上面常常會有那土耳其玉 你知道天藍色的 上面有一些紋路的 我都把他叫他石頭耶 薯頭 薯頭 好 然後就是顏色呢 就是感覺 其實是那種秋冬的感覺 可是他去用春夏的材質來做它 所以你在春夏穿走在路上啊 就是非常適合晚宴的時候 或者是有那種女強人的特質 立刻就出現 對 我那天一看這個衣服想說 奇怪這是哪一季的 怎麼感覺還滿秋冬季的 對 所以女生一穿上啊 就是立刻 架式跟氣勢立刻就起來 就走在路上很適合放那種 英雄要上月球的那種音樂 力勢 氣勢就彷勃起來 然後就是也很流行搭配這種 這個服裝這一季也是會搭配一些 有顏色的一些褲襪 然後今天阿文幫我搭配了一個灰色褲襪 然後我也搭配一個同色系的高跟鞋 然後你看這個包包 妳那個明明就是酒紅色啊 我說同色系的高跟鞋 不然妳以為我說什麼 威威妳說銅一個金字旁一個 同樣的銅的那個銅 就是銅妳知道嗎 我說的是相同的銅 就是跟裙子是相同色系 我還想說畫得色嗎 那種全都裡面就酒紅色耶 然後也是搭配一個也是這種酒紅色的包包 然後這種包包啊 一般女生妳從電視上看到 介紹的那些名牌包包啊 其實從電視上妳都會看不出 她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 跟為什麼那麼受大家喜歡 跟她為什麼那麼值錢 但是這種包包妳一定要親手摸到之後 跟妳仔細看她的這些手工啊 車縫啊 妳親眼看到之後 妳才會知道 為什麼這些包包會那麼貴 我看 欸真的耶 我覺得她車蠻細的 而且她的材質啊 好啦好啦 主要妳看她旁邊這些扣子的設計啊 都非常的用心 都非常別具風格 對啊 而且妳說這個編的不簡單啊 而且妳看我身上這衣服 妳們可能在電視上看一下就是一件 就是橘紅色的衣服 可是妳仔細看她的扣子 妳看 欸 這邊 看得見嗎 妳看 她是用鍊子 鍊子鎖成的 然後中間就是兩頭那個十字扣這樣 欸虧妳有這種心去注意這種東西耶 對不對 妳知道就是很多服裝 她就是在小細節別具巧思 所以她值錢的地方就在這邊 沒錯 妳知道說來妳可能會吐鞋 怎麼樣 前一陣子還有人找我去主持時尚節目 專門介紹就是每一季 就是世界各大品牌 然後我就可以穿著各大品牌的新裝 然後跟大家講說 時尚是怎麼樣的啊 然後要怎麼穿才好看 法國那邊那個下一屆的國際國標舞 也找我當評審啊 不好意思 國標舞大賽 找我當評審 他們是不是因為 GD跟圓看錯了 為人氣妳有鼻子 對 沒有 然後當時我一聽到我就說 其實說實在的我不懂時尚 我說要嘛還找大S主持 比較合理一點 所以我也沒接 來看一下小一次 妳不可以講一下那皮繩 對 這小杜幫我設計的髮型 其實這一季很多名牌啊 他們搭配的髮型就是有一 長髮散下來 然後有一點點捲捲亂亂的感覺 可是小杜覺得這樣子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那麼有特色 因為我們畢竟不像模特兒 長得那麼時髦 如果你頭髮又放下來 然後這邊又是這樣 你知道是撐起來 然後我們又矮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個模特兒的感覺 就是我跟妳講 驢子 驢子在走路 因為脖子感覺很穿 所以小杜就幫我們加強了一些髮型 讓我們看起來就更有氣勢 他就用皮繩 來搭配我們身上這種穿著 妳那個是隨身武器耶 我真是啊 妳看 蛤 我可以揉打任何人啊 打到自己都會痛耶 打到是蠻痛的啊 對啊 辮子弓就是這樣練成的 然後小孩子身上這個衣服呢 也是顏色看起來非常的重 可是它的材質呢 也是非常適合春夏穿 像這個材質最神奇了 你看它看起來又像金屬 可是它又可以縫成衣服耶 這就是我們有一次穿過的啊 我跟大家講過 從那個法國來 才質不同 你看它摸起來是不是很像那種 刷鍋子的那種菜瓜布 對 我知道 可是它又比它還要堅硬 因為它不是那麼容易就是勾壞跟那個 因為上一次我穿的那個是 然後就是 然後這個也是 然後這個顏色也是 很有氣勢的顏色 然後也是搭配這個腰風啊 也是立刻就是柔中帶鋼的那種色彩 立刻顯現出來 然後深紫色 深紫色搭配搭配這種深咖啡 然後邊邊也是有土耳其藍 然後顏色也是非常的凸顯 就是你知道就是別具巧思 一種突然凸顯的顏色 然後這個裙子你看 一層一層 你上衣也可以搭配那種小背心 它立刻就變得很那個貴婦 其實要是我這件上衣 我下面是會搭牛仔褲的 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搭配就是另外一種風格 不同的感覺 然後搭配紫色的褲襪 加上金色的鞋子 然後也蠻值得介紹 我今天所背的這個包包 我以為你要介紹你今天擦的什麼體香氣質 沒有 就你們看我一毛有拔 拿下來這個包包 這樣介紹不好看 太好看了吧 我覺得 今年就是很流行金色銀色 你知道那種帶金蔥跟光亮面的那種材質 麵素利達姆 我竟然不會開它耶 我來啦 你真的土台客耶 不就是這樣轉開嗎 我們先競賽廣告 好啦 剪一下 你先看我第一次用那個 如果歹徒啊 看到這包包一下 貴婦然後搶走之後 就在那邊這樣 然後打不開 還是找開鎖的 直接用剪到這邊剪開 這包包還蠻安全的耶 這要剪也不是隨便剪得開 你只能就硬掏把它掏出來 這有深度喔 還有另外再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我腳上這雙鞋 新買的鞋子 對 然後前面那個袋子那邊太緊了 所以導致我的小拇指呢 已經就是要炸開 所以你要介紹它 值得介紹的地方就是這個 就是樣是非常的美 但是其實要炸開了 可是我跟你講身為女人 你要漂亮 有的時候是要忍受一點點痛苦的 沒錯啊 如果這點苦都吃不了 就穿球鞋啊 就穿球鞋 多大氣啊 對不對 結果你要不要跟大家講 這包包到底怎麼開 這個包包呢 它其實只要往下 一壓 你幫我拿一下啦 就開了 然後就是關起來之後 你這樣把它扭啊 它就打不開 所以是這樣轉開 然後往下 我跟你講心裡要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 開了 唸四十次就很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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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衣服 就是你可能覺得它就是 不是那麼好開 但開順手之後就是OK啦 對 那我想這個衣服呢 它的態度也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你要讓人家感覺 你是一個很大氣的 就是不能小家敗氣的女生 既大氣又時髦的女性 對 就是怎麼講 很有...有點權威在的 可是又很明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除了我們自己的態度之外 老師的音樂也要下的就是很 氣勢磅礡那種 老師開豐腐的那種 不是 是羅馬戰士出徐 你知道在打仗之前 然後媽媽 就是這個啊 沒有 沒有老師 我要走 我們兩個再重新走一次台步 要表現出氣勢磅礡 就是不能用一般模特兒那種台步 太小力小氣了 你要去哪 我們留在一起啊 一起就好啊 預備 Let's go 你也太給老師出難題了吧 老師 要先進廣告嗎 還是 好 預備 來 還沒啦 要先進廣告嗎 好 好 不是這種音樂 是那種氣勢磅礡的 那剛剛那個孫悟空的你也不要 那哪是孫悟空啊 剛剛那一首不是孫悟空的嗎 那個齊天大聖不是變 孫悟空變齊天大聖這首要放音樂 你知道應該是那種很像那種 算了 我跟你講你直接哼出來也沒人聽得懂你的意思 反正就是從整個走的你要是 感覺這條馬路就是老娘開的 就是我爸爸出錢鋪的這條馬路的感覺 對 就是路人們你們就是很有禮貌的請讓開 就是老娘來了 麻煩你們走開這樣 這種感覺 但是不能好像一昧的無理就是這樣 我知道就是也不能囂張 可是就是要很理所當然的覺得我老娘來了 所以你一踏出去路人會覺得 讓步給他吧 就是讓個位給他那種 就是臣服於你腳下那一種 你來 你來 跟我示範那種感覺 就是我一走過來你就要自重很力量的讓開 可是我也不需要推你 這樣一來 對... 就是你會這樣凹走... 就是這種感覺 鑽石你也愛嘛 鑽石我愛啊 有一次你不是在地上撿到鑽石嗎 是啊 你不覺得那件事也太玄了嗎 我覺得我人生當中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平常走路都低頭 導致我脖子那個突出來 對 脊髓側吻 因為我就是... 追鍵盤突出 從小就習慣走路低頭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常常會撿到錢啊 然後撿到東撿到一些西撿到一些 有一次去看念我就低著頭走路 然後我眼睛又特別立覺得 有閃光 然後我就仔細看 在牆角的邊邊縫隙有一個鑽戒 是鑽戒嗎 就是一顆鑽石吧 鑽戒 是一個鑽戒掉在路上 然後我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一看我就說是真的 然後就立刻帶回家給我媽看 因為徐媽媽看得懂嗎 然後她有學過那些珠寶鑑定什麼的 然後她就帶回家一看 然後她也覺得是真的 然後就拿去銀樓鑑定 然後就鑑定之後就果然是真的 是真的耶 然後我就說媽那送你 然後徐媽媽就把它做成一個好像項鍊 還可以做成一個什麼手勢拿 而且那個克蠟樹還不小 對 好像有60分對不對 大概有60分 就是將近快要到一顆 蠻大顆 那如果去市面上買 差不多要10萬喔 就是一定是10萬起跳 10萬以上的價格 妳說有這種是在地上撿到10塊 已經很幸運了 我那天也是 還撿到快10 才在路上掉了一個太另類的東西 我那天走到八大來 然後就走樓梯走一走走一走 然後高跟鞋跟就勾到那個樓梯 然後就咕嚕咕嚕鞋就滾下去了 妳說鞋子嗎 鞋子就掉了 還就滾到樓下 然後我就一直繳光腳 然後這樣 大叫然後就看 都完全沒有人耶 妳看八大平常來來往往 新聞不能衝來衝去 居然沒有一個人 然後一路我這樣下樓 把鞋子撿起來到穿上 都沒有人看到我耶 妳那麼多幸運 完全 我也想說今天又要殺人了 結果都沒有人看到耶 我覺得掉鞋子根本沒有很丟臉啊 可是我裡面沒有穿襪子什麼就是光腳 然後高跟鞋就這樣滾下去了 別忘了以前我們小時候還什麼東西 幾乎要掉下來 跳舞的時候我們就穿那個無間帶內衣 然後這邊熱歌記舞 下課十分鐘的你看 然後這邊就胸罩整個滑下來 因為你知道一下課就要舉手 然後這邊就變瘦 然後就滑下來 你知道當場變乳牛那一類的 因為你知道胸部變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掉高跟起來 還不算最丟臉 掉胸罩才丟臉吧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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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頭暈